再来看到这一位呢 民进党漂亮宝贝邱益盈 他出生于屏东政治世家 照理来说呢 家族的党政策才是非常的浓厚的 不过呢 其实这个家中的小堂弟 早在12年前呢 就自己呢 来到大陆发展古董拍卖事业 一场拍卖会的金额至少呢 就1200万人民币 现在他还想要进军呢 娱乐产业 邱益益的堂弟就说 早期到大陆的时候 特别是呢 邱益益一家人呢 到大陆都会受到官方 特别的照顾呢 这个头发快要盖住 半边脸旁有点江湖味的人 叫做邱兴俊 在大陆卖古董 上海拥有一家知名的 私人古董会所 每年固定会举办几次拍卖会 一场都可以有6000万元的进账 是个古董大亨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他是民进党漂亮宝贝 邱益益的堂弟 待在台湾 你在怎么做 在怎么成功 人家会说这是家族给你的 可能是你爸妈给你的 你家族的东东 那如果你到一个外地 他一个异地 你人生地不熟 然后你去白搜起家去做 那才有你自己的舞台 家族在屏东是赫赫有名的 政治世家 正当色彩浓厚 12年前在家人的担心反对下 艺人来到大陆做生意 邱兴俊说他做的是文化产业 跟政治没关系 他也没兴趣 但他坦诚 因为家族的绿色色彩 让他出席到大陆时 都备受关注 政治的背景 但是人家会觉得 姐姐来的时候 然后可能会 可能台办会派人 然后就陪同我姐姐 然后我们就可能会这样子 因为他可能也会怕 接受访问时讲得很婉转 毕竟在大陆碰到敏感问题 讲话要适当得宜 不过私底下他透露 曾经被电话监听 家里没有人时还被搜查过 做了十几年的古董 现在急转弯要改做娱乐产业 创业座就是办 吴宗宪康康在大陆的演唱会 私人会所墙上 满满都是明星的签名 看得出邱兴俊演艺圈的人脉 摆脱家族政治色彩 他要当个娱乐大亨 绝对希望 我们明镜王永晴 上海采访报道